第九百一十三集 张也恭恭敬庆地说道 有请道友在我身边过上十万年 助我成道之后 道友可以自行离开 混沌玉如意对这个要求 并不感觉到意外 他说道 这不行 无要镇压上古玉界契约 不能离开 不过 无可以给你一个本体投影 玉敌的时候 你可以召唤投影出来战斗 张也并不感觉到意外 混沌玉如意 镇压着上古玉界契约 随随便便跟自己到元界 那才是奇怪的事 能够给他一个投影 张也已经是很满意了 不过 一些事情还是要问清楚的 张也直接问道 投影的实力是本体的几成 混沌玉如意说 半成 张也心下满意 混沌玉如意的半成实力 完全刻意 盖牙一品盖起了 这无疑是一个绝大的帮手 再说了 自己召唤出投影 谁都知道自己和混沌玉如意 有着密切的联系 哪怕是教主及天尊 也要忌惮几分 张也又问道 能否镇压气云 掩盖天机 混沌玉如意耐心回答 可以镇压气云 掩盖天机 不过 如果两道第九部天尊 联手推算你 又或者一个半部天尊 以混沌盗器 推算你 无也无法掩盖天机了 张也点点头 明白了 想了想 张也又说 我还要三次召唤你真身的机会 混沌玉如意无奈了 我就知道 你所讲的道 不是那么好听的 也罢 也罢 你这个要求 我答应了 张也满意一笑 成交 混沌玉如意一阵 一点微朔的光芒 飞搜到张也的眉心深处 张也略略感应一下 发现他的灵魂深处 有着一团淡淡的光芒 呈现出一柄 玉如意的模样 显然 这就是玉如意的本体投影了 张也朝着玉如意一拜 多谢道友了 混沌玉如意像是瞟了张也一眼 光芒微微一动 就要离开 张也说道友 我这里有完整的道德经 你不想听完吗 混沌玉如意犹豫了一下 他确实很想听完道德经 但问题是 听完的道德经 他和张也之间的因果 就会更加深 区区一个本体投影 只怕无法还清这个因果 但 已经听了三十章 他越来越感觉到 道德经的深奥精妙 如果让他放弃接下来的经文 他又不太愿意 这尊混沌倒计 居然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终于 混沌玉如意做出了决定 还请道友传道 张也手指一点 一团光芒飞出 这团光芒里面 包含着道德经剩下的五十一章 混沌玉如意接过光芒 身上的白光连连闪烁 丝丝恐怖的气息将发未发 欲要将整个道场毁灭 好一段时间之后 他方才稳定下来 恢复到那种 平平无奇的样子 昭文道 惜死可以 混沌玉如意 你碰到什么困难 你就直接召唤好了 时间为十万年 张也大兴 混沌玉如意的意思 就是十万年之内 可以无数次召唤他的本体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十万年之内 张也身边都有一个混沌盗气陪伴 混沌玉如意 钻入虚空之中 不知道隐藏到了哪里去了 过了好一阵 玄玉连台和光明玉黄印 方才钻出来 他们的气息都剧烈波动着 好一阵之后 玄玉连台问张也 道友 刚才是哪一位存在降临了 张也指了一下道场 说道 这个道场的主人 玄玉连台和光明玉黄印 都是一阵 恭恭敬敬地 朝着虚空三百 见过老师 在上古玉节出分的时候 一共有三阵 这三阵分别是 玉阵 灵阵 气阵 其中的气阵 就是混沌玉如意 混沌玉如意曾经讲到 七十一场 听过他讲到的存在 都要称他一句老师 玉贵术是这般称呼 玄玉连台和光明玉黄印 也是如此称呼 三百之后 道场之中 并无动静 混沌玉如意 没有回应 这种情况 在玄玉连台的意料之中 像混沌玉如意 这种存在 轻易之下 绝对是不会出现的 他虽然是二品 先天道尽 但比起 气阻来 却又相差的太多 气阻不回应 这才是正常 玄玉连台 恭恭敬敬地站了一会儿 终于凑到张也身边 有些好奇地说道 道友 老师见你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 张也轻描淡写 也没有什么 只是把一个本体投影 留到我真灵之中 啊 玄玉连台和光明玉黄印 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但很快 他们又回过神来了 这里乃是老师的道场 张也在这里的一举一动 都不可能瞒得过老师 如果张也是说谎 立即就会遭到老师的惩罚 现在 老师没有反应 这说明 张也所说的是真的 老师居然把一个本体投影 交给了张也 这绝对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消息 玄玉连台和光明玉黄印 都感觉到 张也是如此的神秘 深不可测 张也摆摆手 把两个老家伙打发走 抓紧时间 提升肉身 时间悠悠而过 张也肉身又提升不少 虽然没有领悟 第八条主法则 但肉身绝对够强悍 绝大部分第一部天尊 在肉身上面都无法和张也相提并论 想办不到气 张也凭着肉身就可以扛下来 而且根本不会受伤 肉身是无法提升了 最后的一点时间 不如布置一下计算阵法好了 张也做出打算 把注意力投到了计算阵法之上 张也不断地布置阵法的时候 一种玄妙的感觉 猛然从心底升起 这是来自上古玉界的提醒 他在上古玉界已经待了一年了 三天之后 上古玉界就会把他送出去 让他返回到元界 东齐山上 距离上古玉界出现 已经整整一年时间 虽然上古玉界 已经关闭了门户 但庞大的世界 依然悬浮在东齐山之上 今天 就是上古玉界 隐退的世界 无数的修炼者 从四面八方而来 一睹上古玉界的真面貌 当然 也有一些修炼者 是怀有其他心思的 比如杀人夺宝 又比如 想交换一些上古玉界的宝物等等 107个上古世界之中 上古玉界的富饶 可以排到前餐 里面的玉石 虽然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货色 但也有很多具有妙用的玉石 记住上古玉界的一万名道友之中 不知道谁收获最多 能不能拿到先天道气 谁的修为高 谁收获的宝物就最多 这还用说吗 沙河老祖 断欠天尊 和死明天尊 乃是一万个修士之中 修为最高的 都是第四部天尊 说到收获 肯定是他们最多呀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对对 第四部天尊 已经有资格坐镇大脚了 神通之广大 达到了不可思议之境 他们想寻找什么宝物 还不是一件简单至极的事情吗 嘿 胡扯 李子进入上古世界 收获最多的 都是第一个进入上古世界的修炼者 绝少例外 这是因为 第一个进入上古世界的修士 可以获得天地的馈资 直到哪有宝物 凭着这个优势 就可以占尽险棘 收尽把握 你们明白了吗 哈哈哈哈 倒有所言极实啊 第一个进入上古世界的 的确可以获得天地馈资 斩尽险棘 这个秘密呢 很多大教大宗门大士家 都是知道的 一些历史悠久的宗门 也会知道 不过 小宗门 小家族和散修嘛 就未必知道了 聚集在一起的修士 纷纷交谈着 一些见多识广的修士 再和旁边的同伴 介绍一些上古世界的秘密 有修士低声说道 哎 听说 这次第一个进入上古狱界的 乃是一个人足小辈 修为之有法道 九重后期啊 啊 哈哈 这个人足小辈 吓成绝对是悲惨至极啊 他一出来 立即就会引来一大批的强者 杀人夺宝 再说了 他得罪了紫华天尊 紫华天尊是不会放过他的 虚空之中 声处激烈波动 有修士叫道 上古狱界即将隐退 进入里面的修士 要出来了 很快 大家就看到 一道道的影子 从上古世界之中闪出 一闪即没 显然 这些影子 就是进入上古狱界的修士了 他们将会被传送到入口 方圆一里 影子连连闪动 一个影子 突然从上古狱界中踏出 一出来 立即围阵八方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天尊 而且是老牌天尊 仅仅是散发出来的一点灰事 就可以镇压一发 射服灵魂 东齐山的大部分修士都跪了下来 天尊一出 大道相随 静气不如地修士 又或者是意志不坚地修士 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不由自主地就跪下去 这个天尊遥遥打量了一下四周 一步踏出 直接消失了 直到这个天尊消失之后 这些跪下去的修炼者 才敢站起来 一个又一个天尊出现 天尊的气息 浸染了整个东齐山 整个东齐山都霞光万道 大道银茶 让一些没见过天尊的修士 大开眼睛 这些天尊 进入到上古狱界里面 显然都大有收获 不过 即使再有收获 他们也不会说出来的 为了避免意外 他们都迫不及待 返回家族或者宗门 又一个天尊出现 这个天尊散发出来的威士 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 东齐山上面的修士 除了几个天尊和半部天尊之外 统统都跪了下去 有天尊滴滴的畜生说道 这是太初教的死明天尊 奇怪了 这死明天尊怎么看起来 怒火熊熊 像是在党带着什么 没有修士出生 在天尊面前 只有同阶的天尊 才有资格说上一句话 其余的修士 妄议天尊的话 只怕瞬间就要遭到抹杀 死明天尊站在虚空之中 打量着从上古玉界之中 出来的修士 凡是被他目光扫到的修士 都感觉浑身发凉 一个个修士离开 半炷香之后 又一个实力强横的天尊 从上古玉界之中踏出 此明天尊目光摇摇一扫 喝道 沙河老祖 你是不是在玉界之中 取走了一个三品先天道气 三品先天道气 老天 我是不是听错了 上古玉界之中 竟然出现了三品先天道气 完蛋了完蛋了 两位天尊都是第四部天尊 他们如果打起来 东崎山上面的修士 只怕全部都要死光 应该打不起来吧 这沙河老祖 只是一个沙河宗的宗主 死明天尊却是太出教的 双方的修为虽然相同 但地位完全不同 沙河老祖绝对不敢得罪太出教的 东崎山上面的修炼者 紧紧留意着两大天尊 一旦发现他们要开战 他们立即就要施展一切手段逃顿 虚空之中 沙河老祖身边 滑光万丈 大道银茶 这沙河老祖显然也是第四部天尊 身上的威士 并不比死明天尊弱 他朝着死明天尊挥挥手 说道 道友说笑了 三品先天盗器 老祖国哪里有本事收取啊 不说收取 就连三品先天盗器的踪迹 也是无法琢磨得到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